好了 这是数字 没问题 这也是数字 好 那请问一下 虽然都是数字 虽然都是数字 但是你要知道 数字有分两种 一种是有小数 这边写实景位 你看得出来它是小数吗 看不出来对不对 好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 实景位跟整数的差别 这个是小数 这个是小数 这个是整数 好 真的那个dimension 这个翻成实景字 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就是0 1 2 3 4 5 6 7 8 9 9过来就变成10 这个就是实景位 好 那可是 可是它也有那个小数的意识 就是那个英文单字 那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整数 就是它只有0 包含0以上 然后不会有小数位 好 所以这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请问一下它的单位定户数吗 它可能是以一个家庭或公司为单位的话 它不可能会有什么 0.5家或是0.5家或是0.2个公司 对不对 好 所以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是整数 这个是整数 这个也是整数 这也是数据清理 请问一下 需不需要把整数改成数字实景位 不需要 而且不推荐 这样会从 我们的那个正负值 可能原本原本用几个码 后来改成用32 甚至64位元 好 这样子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数值的运算 运算 那接下来这也是整数 这也是 这个是普及率 普及率 好 这个就是什么了 这个就是数字实景位 可以吗 好 这个就也是数字实景位 因为这也是率 没问题 这个是日期 好了 那你会说 这我都没有动手做 他都自动会帮我们做这件事 是吗 是的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请问一下 你觉得 假设你今天 你把那个CSV 直接用以色谷打开 你觉得他有帮你做数据清理吗 这边 有这个 这个有限电视订户数 你不用跟我做 你现在这个动作 可以不用跟我做 快速点两下 请问我是不是用以色谷打开 还有可能会看到乱码 你看现在看到乱码 首先你看到乱码 第二 那Tavier那边为什么没有看到乱码 对 等一下解释给你听 第二 他有没有做数据清理 他没有做数据清理 什么叫有做数据清理 举例来说刚刚这个订户数是以家公司为单位 所以他一定是整数 所以他一定是整数 这个一定是整数 这个一定是整数 这个呢 一定是小数 因为他是比例 对不对 百分比的东西一定是 最好是呈现到小数位一位 例如说3.2% 这个一定是小数 因为他是什么 率 这就是只懂数据清理 有听懂 我希望说你听懂观念 因为后面的分析计算 一定是跟前面的数据清理 有绝对关系 有绝对关系